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不要站过去一点 是不是 对不起 来 先坐吧 等一下 再过来一点点 再过来一点 好 好 好 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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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是 我是张淑健 然后十几天来 网络不停的霸凌跟媒体 我觉得非常的无辜 我的家人都不让我出来 可是我真的住在台湾 我也不认识周小姐 把我所有的照片都拿出来 这样子面试 我是代表中华民国出去比赛的 还有国阵光阔 我也没有滚床 废春光 什么什么案又不是我的 明明你是当时采访的记者 怎么可以睁眼说瞎话 一个媒体记者一点专业素养都没有 你把别人的案子丢到脏水丢到我身上来 没有人帮忙 我是在家想自杀好多天了 我也没有办法吃也没有办法睡 我没有媒体 我早就没有在这边工作很久了 我自己播过求善 我都知道什么是实事求证 没有经过当事人把人家照片这样一直消费 一直消费一直消费 对不对 寒沙摄影 你寒沙摄影你还指名道姓 我的父母亲今天如果还在 他们情何以堪 我没有对不起中华民国任何一件事情 在今天我要说 我没有跟张校园滚床 我从当选到今天 我一天都没有跟他滚床 周玉寇小姐 你不要再用我的照片打你的知名度了 你这么漂亮你自己去打知名度 我连车马费通告费都不领的人认真守法 我相信台湾百姓会还我一个公道 我先接到四方各地的人 我谁都不认识 我还是拖一个王小姐 我后来我今天才第一次看到他 没有人要接受我的申诉 今天如果我不出来抗议 谁会帮我呢 我相信台湾的社会是正义是善良 你们任何的颜色我都爱你们 我也希望你们爱护你们自己的中国小姐 你们把一个女生糟蹋成这个样子 还说我是八大行业 我努力工作了三十年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今天要来我的家人都不让我来 我们还在路上都很伤心 但是我感谢每一个任何愿意帮我的人 今天如果我不讲话 那个凶杀命案就是我 我就没杀人了 我连案子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什么哪一天 谁记得1999年谁在哪里 我只能说从1988年到选到今天为止 我跟您讲的什么张晓妍先生 什么李晓妍先生 我没有跟他滚过床 周玉寇小姐 你道歉是不够的 你又利用媒体霸凌弱势 霸凌一个没有麦克风的声音的人 这样子的新闻素质素摇 我觉得你不OK 我做过高尔夫球赛 我不会乱讲球赛甘肃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社会是非常正义的 我谢谢每一个愿意帮我的人 包括民事的工作人员都打来叫我加油 我今天按您控告 我不是绯闻的女主角 我不是我也没滚床 请你不要这样子再消费我了 你知道用别人的照片是不道德的吗 那是有肖像权 你凭什么在网路上截我的照片 东说西说 连我考进华航都胡说八道 华航是有制度的 谁会飞一年就国际线 飞机机总有小飞机到大飞机 你们都搞不清楚啊 而且什么华姓 我飞的时候都还没有华姓航空呢 我是1987年到1989年在上班的 每天都这样子寒沙射影 蔡玉珍小姐 蔡玉珍小姐 我真的不认识你们 如果你们有深仇大恨 不要对着我来 我跟这次无关我也没选取 我又不选市长 我还连台北市的房子都买不起 住在郊区呢 我住的是新店 你们西洋怎么样呢 杀人不过头点滴 媒体不要再杀人了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律师 或者是所有的媒体先进 有的是小朋友 根本就不认识我 那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女生 没有利用那样的事情去工作赚钱 我认真努力 你们去查就知道了 还我一个清白 我今天告你告到底 周玉珍小姐 蔡玉珍小姐 你们太恶劣了 没有人可以这样霸凌一个人 我今天不讲 你知道我收到的都是海外的亲友 说来我家住 避祸 这是什么祸呢 这是天从掉下来一个大石头 把人家整个砸毁 一个女生的清白 我很高兴我活在中华民国 我跟你讲 在古代我应该头颈自杀死掉了 而且还冤默白 我没有脸去见我爸爸妈妈 我感恩愿意出来 不认识的人 人家都不认识我 是愿意接受我姑姑体力的求救 我今天不好意思 用了社会的资源 谢谢你们 我只能提灵控告 感谢大家 谢谢 加油 加油 hm 祖宗 caso 收入 弱 我相信執法是公正的 我相信執法有不善良的老百姓 我一個這樣子的人都可以被這樣霸凌 不希望在職場上 在學校 在社會 在網路上被霸凌的人 你們要照顧你們自己 不要去自殺 不要憂鬱 我覺得與其被人家霸凌死 不如出來勇敢推考 親話 親話 身體令人要賞 而且完全無情我正當事 我住在返回家 我不相信你找不到我 你都找到隱形的精華的鬼 錄影帶你會不找到我嗎 可以了可以了 謝謝大家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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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